主持人,我知道你是从北京匈科医院过来 然后呢,北京匈科医院是我们国家最有权威的治疗结合病的医院之一 我知道在你那里呢,有收治很多非常难治的这个结合病患者 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在结合病的治疗过程当中 或者是它的诊断过程当中,你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或者是挑战是什么 好,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个结合病一个高负担的国家 耐药结合病在全球也是处于第二位的 病人数是比较多的 那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诊断的问题,一个是治疗的问题 那在诊断方面呢,然后目前来说 我们对耐药结合病治疗诊断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手段了 包括我们一些快速诊断和一些慢的诊断方法都有 比如说我们快速诊断当中有这个Hunt Test 然后有GenExport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结合病的快速培养和麦数培养 那对这些病人来说呢,我们都可以能快速诊断 但是呢,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诊断的就是试剂 然后都比较昂贵 然后很多的中国的结合病人可能很难的这个承受 所以希望呢,我们在这个结合病的这个诊断试剂方面 能够在中国降低价格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患者能做这些检查 然后早期的获得诊断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那关于治疗呢 在治疗方面呢,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个药物的问题 因为治疗的方案,我们都根据WHO的一些指南来做这些治疗 那治疗方案也是根据WHO的建议来做的 所以呢,中国的医生在这个治疗方案制定方面应该跟国际是接轨的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药物的研发问题 大概都知道我们的药物的研发是在40年代到60年代 所以我们主要的药物在这个时代来研发的 那随着这些药物的研发 我们结合病的疫情是明显下降的 所以在中国呢,大概是70年代到90年代 结合病的患者是明显减少的 但是随着这些药物的这个研发的缓慢 那90年代以后,我们那要结合病治这个药物越来越少 那这些病人呢,就面对着结合病治疗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有些药物,可能有些我们已经是可以应用了 但是很多的药物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有些药物是有这个适应征的 然后但是价格比较昂贵 但是还有一些药物是没有适应征的 我们还不能广泛的应用 比如说这个墨西沙星 它是治疗这个感染领域的一个药物 但是呢,然后治疗结合病没有适应征 另外还包括比如说这个卡纳梅素 阿米卡辛 可能这些在治疗上都有些困难 就回头通的药物 那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 比如说这个环酸酸 然后矩皮梅素 还有这个价格都比较昂贵 所以这些药物呢 很多中国的贫困的人很难接受 另外还有新药物 可能进入到中国市场 还有一点距离 比如说这个Beta-奎林 还有Dameland Dalamand 这些药物可能至于中国还有一段的距离 那中国的患者呢 这些药物还是比较短缺的 所以希望呢 我们在这个药物的研发方面 还有这些药物至于中国市场方面 能加快一些进度 然后对我们结合病的治疗 会有更好的帮助 那这样会促进 然后结合病疫情的控制 也对结合病患者有更好的帮助 感谢观看